知名就业调查公司Challenge and Great and Christmas公布新数据, 全美2023年第一季度,各大公司累计裁员27万人。 数字不只是2022年同期的四倍多, 且多数企业的招聘规定也更加繁琐且谨慎。 影响所及,整个就业市场已经进入, 裁员人数再增加而招聘速度再放缓的情况。 且分析这份新报告,一些经济学家认为, 数字除了表明联准会的升息政策开始发挥影响力之外, 且预期高科技业的第二季还会因为市场持续加息 而被迫继续采取企业紧缩政策, 且持续缩小人力成本。 换句话说,可能还会继续大规模裁员行动。 此外,通缉还发现, 持续申领失业金的人数也在一周内增加6000人, 且总人数已经达到超过182万人。 其中,高科技业的裁员人数从2023年至今累计也已超过 2022年全年裁员总人数。 且如果情况没有改善, 预估科技股到年底还可能会迎来史上最糟糕的一年。 东西用团队,洛杉矶报道。